本回合第一集堂军有两个补员 没有增援 从回合记录条上看 之后的回合第一集堂军都没增援了 这里忘给第一集团军家VP点了 开始第一场战斗 有一个快合攻击 攻击力减半 就是10比4 村庄为左一一列 受指挥部影响向右一一列 最终变为2比1 2比1的2 BX 预碎了 这一下指挥部的防御空虚了 有可能指挥部被偷 另外 日军的防空部队被消灭后 也是不能补原的 进入下一场战斗 7比1 村庄为左一一列 受指挥部影响向右一一列 最终还是7比1 7比1的2 第一 进入下一场战斗 进入下一场战斗 跨核攻击 攻击力减半 1比1 东京市区为左一两列 受指挥部影响向右一一列 最终变为1比2 1 厉害 1比2都把日军打退了 然后下一场战斗 5比1 平地无修正 投出2 第1 防御方被消灭 第1集堂军所有行动结束 本回合第8集堂军的增援 有第11空降师 空降师的上场方式和其他的不同 空降师在西部战区没有敌方单位存在的任意平地格登场 也可以降落到敌方控制区中 登场的回合无法移动 但是可以因战斗而进行撤退 本回合后第8集堂军也没有增援了 也就是说所有部队都已登场了 空降师降落在哪儿比较好呢 是降落在狭山和索泽之间的2115格 协助前线部队包围日军 还是降落在雄谷附近占领得分点呢 还是降落在2115格 协助前线部队包围日军 以消灭敌方部队为优先吧 2617格的公路被拦住了 这个有点讨厌 之刀 已经休息了 走了 哎呀 好 好 controversial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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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出2D1防御方被消灭 进入下一场战斗 3比1荒帝视作一一列 最终变为2比1 2比1的4D2防御方撤退一格 然后下一场战斗 16比1荒帝视作一一列 变为15比1 由于超过7比1 所以最终为7比1 7比1的4D1防御方被消灭 进入下一场战斗 跨核攻击 攻击力减半 1比1 东京市区为左1两列 受指挥部影响向右1一列 最终变为1比2 2美军打得不错 第2防御方撤退一格 然后下一场战斗 坦克部队跨核攻击 攻击力减半 2比1 平地无修正 投了个5 第2防御方撤退一格 进入下一场战斗 跨核攻击 攻击力减半 1比1 平地无修正 受指挥部影响向右1一列 最终变为2比1 2比1 等6 第2 防御方撤退一格 第8集 旁军所有行动结束 本回合日军的捕员是2 占领预备队也是2 这个预备队放在这里 好不好呢 对了 可以放在东部战区 去防守水户 请不吝点赞订阅 打赞订阅 接着 你们放下 跟什么 打赞讯 去防御方式 打赞订 打赞讯 要 打赞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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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开始第一场战斗 战斗力比是3比1 平地无修正 投出的3 BX 双方各有一个参战单位被消灭 好嘛 又遇碎了一个指挥部 然后下一场战斗 1比3 东京市区为右翼一列 受指挥部影响向左翼一列 最终还是1比3 投了个1 第2 防御方撤退一格 日军也算顽强 1比3都能打退美军 进入下一场战斗 1比1 平地无修正 1比1的2 第2 但是空降师是被包围状态 所以被消灭了 空降师也是被消灭后 无法补原 然后下一场战斗 战斗力比是1比1 荒帝为左翼一列 最终变为1比2 1比2的3 AR 攻击方撤退一格 好险 差一点坦克部队就被消灭了 日军所有行动结束 现在的战况是这样 东部战区就比较简单 下回合就开始市区内的向战决战 然后分两个部队去占领水库就好 如蓝色箭头所示 西部战区主要还是以突破西面所择和峡山的防线为主 分别要向普和和板护方向挺进 如黑色箭头所示 次要任务是突破东京市区的防线 威胁东京中心区 让日军没法分兵支援防守席面对分区的防线 如橙色箭头所示 好了 第五回合就到这里结束了